尊敬的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 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第八页 经文第二行 一定会立 降伏摩跃 看这一段经文 上一堂课 有略略的学习过 先说摩 到底是 怎么一回事 讲了 跟我们生活 关系很密切的 五音摩 烦恼摩 而后是天摩 死摩 说到生死是摩 很多人 不否认 死亡 确实很可怕 那如何去降伏 死摩呢 菩萨用的方法 是定会之力 什么是定会呢 我们常说 我们常说 会还谈不上 定呢 也有点勉强 那戒呢 戒好像懂一点 学乐佛 懂了一点戒 干什么呢 戒就是管人的事情 我们现在学到的戒 就是用来管人 我们下手的方便 我们下手的方便是戒 戒是什么意思啊 戒就是收拾心念 调伏自信 这是戒的原则 楞严经上说的 摄心为戒 什么是戒呢 能把自己的心念收摄回来 这就叫戒 那我们看到的那些条文是什么呢 条文是心收摄回来之后 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生活行为 大家要从这一方面去理解 那并非强制的要求 也不是佛陀 拿这些条目在管众生 管众生多累啊 管得过来吗 再说了 有谁听你管啊 我们现在 都在试着去管人 管事 不管怎么行啊 管谁啊 那我管他 他听你管吗 不听 我很生气 来来来换个人 来管管你 你听吗 我也不听 为什么不听 我不服啊 他干嘛要管我 那就对了吧 我们不服被人管 别人也不服被我们管 这不很正常吗 很平等的吗 不要说是一个普通人 要管我们 佛菩萨如果真的要管我们 我们照样不服 想想看 想想看是不是 大家来到道场了 师父要管大家 敢管吗 不敢哦 师父 我们还叫师父 还叫一声师父 也照样不听管的 为什么不听 不服啊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我叫你师父是客气的 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呢 我们连尊重的佛 菩萨 师父 都不愿意被他们管 瞧不起我们的人 又如何愿意被我们管呢 想过这个事情 没有 那说戒律是干嘛的呢 戒律 是管自己的心 听明白了 戒律不是管别人的 大家也不要以为师父在管大家 我管不了大家 我只是跟大家引导一下 引导也算不上 分享一下 遇到事情 分析一下 说明一下 我绝对没有个想法 去管大家 大家得听我的 没这想法 有这想法 我晚上会睡不着觉 我会很累的 我什么时候气死的都不知道 道场是要管的吗 很多人说师父 你这道场 哪里哪里得管管 哪里是管的呢 有谁听管啊 你来说我让你这样 你听管吗 不听的了 那我们学习佛法 学的是什么呢 学的是管自己的心 也有人说 要用一些制度 去把这些人事都管好 制度是死的 人心是活的 制度有没完没了的漏洞 人心 人心却有 无量无边的 聪明技巧 想办法去钻那个漏洞 你有这个规定 他偏偏走那一遍 学佛不是玩这些游戏 所以佛所说的戒 是教我们收心的 而不是让我们去要求别人 去管理别人 这一方面大家要认识到 定会谈不上 我们从戒学会收心 心能够收回来一点点 磨愿也会减少 虽不能完全降伏 能减少 等到心完全收回来了 心完全收回来 是什么样子 有人说 我心收回来了 我心很定的 没人烦你 当然很定 什么叫心收回来的 心平了 欲尽逢源 心是平常的 是平衡的 是平静的 哪怕有种种顺利静缘干扰 他的心是若无其事的 好了 因戒得定 这就是六祖能大师说的 心平和劳持戒 什么缘故呢 戒在其中 这跟楞严经上讲的 完全相同 什么是戒呢 射心为戒 把自己的心 守护好 因戒得定 这样心才能定 戒如果越学越烦恼 那就方向弄颠倒了 对戒律感兴趣的朋友 时常有这样的困惑 我这样做 他们都不这样做 气都气死了 这些人都不如法 这些人都是摸子摸顺 这些人都要下地狱 脑袋里面 思想里面 全是这些东西 我很难相信 他会上得了天堂 别说成佛了 真正学界 慢慢的心平静了 因定开会 会是什么呢 彻底觉悟 定会力 就是定会起作用 能降服魔怨 对于生死 这一桩事情 也看淡了 所以死亡的恐惧 不再有了 对念佛人来说 这一句佛号 老实念 叫戒 什么叫老实念呢 安心念 用心念 不仅仅是用嘴巴念 不仅仅是用嘴巴念啊 用心念 念之久久 心平 什么叫心平啊 你在看到所有人 念佛不念佛 念好念坏 心里面平静 不再起烦恼 这叫念到 与佛相应了 念佛堂的同修 念佛要这样念 你不要边念边去 边去看着念佛堂 如法不如法 哪有如法不如法 只有我们的心 凡与不凡 心生烦恼 把你放到如法道场 照样不如法 心地清净 也放到五着恶事 照样是火中红绵 念佛堂的同修 进去就安心念佛 那有不如法的呢 今后不要说如法不如法 我们还不够这个资格 说别人如法不如法 不要以为我听了几天经 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就好像得到上方保健了 释迦如来告诉我了 你不如法 谁告诉你呢 少扣帽子 先把什么如法不如法 放在一边 你先问问自己的心 有没有烦恼 心起烦恼 你就是抱着无量寿经 如法吗 经上这样教吗 有一些看起来不妥呢 首先 用善巧方便 给予引导 能引导 则引导 不能引导呢 则暂时 给他隔离一下 隔离的用意呢 是保护他 一方面 不要影响别人 另一方面 别让他自己继续烦恼下去 这是一种 慈悲方便 大家可不要以为 这是起了烦恼 把他给赶走了 拒绝了 我们这样想 显然是误会 三宝 三宝 哪里会拒绝人啊 不会 你说千丹呢 千丹也并非拒绝 给他冷静冷静而已 我们得首先 认识到 真正的魔 并非在外面 那是我们烦恼的心灵 死亡 对每个人来讲 都是必然 既然是必然 那就不用烦恼 不用恐惧 坦然面对就好了 很多念佛人来说 干嘛呢 我求往生 求往生 今天有个同修来跟我说 他要在这里求往生 提出要求 给我一个房间 我要求往生 来了我会告诉他 这个房间求往生的 这里曾经死过人 如果他害怕呢 害怕那就 自己还不想往生 说说而已 那里求往生的人 还对死亡有恐惧的概念 他在考验念佛同修 求往生 那里死过人 你先去那边住几天 往生什么概念 对死亡看得很平淡 为什么 了解了 这叫了生死 诸位念佛同修 真要求往生 这一关是要面对的 谁都回避不了 看到死人跑得比孙猴子还快 你往生到哪里去 我怕他那个面孔 自己将来这个面孔 会更好看吗 所以真正念佛人 首先 要了达生死 是怎么回事 以畏惧心 心不安 不要怕 死亡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咱们今天商量商量怎么死 这就叫了生死 不要误会 不是说商量好就一起去死 商量商量怎么死 大家考虑我将来怎么走 走得潇洒 走得自在 你看那些念佛往生自在的人 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要走前几天跟大家说 我回净土了 信不信由你们过几天来送送我 到的时候跟大家挥手拜拜 再见 多么潇洒 这是念佛人要学的榜样 大事情啊 比真房间 真位置 真土地 要重要的多啊 念佛同修 好好想想这个事情吧 要不然你念佛干嘛 还是求往生求往生 你是往生到那个房间吗 对 我们最应该考虑的事情 却把他忘掉 最后受他折磨 你就不要怪人了 死的时候为什么痛苦呢 受折磨 为什么受折磨 害怕 不愿意 所以才会痛苦 你看人走的时候都很遗憾 假如我再能多活两年 多好啊 给他多活五年了 再多活一年多好啊 哪怕活到一百二十岁 哎呀 再多活半年也好啊 你这样的心 怎么能往生得了啊 往生是什么呢 对生死看淡了 说走就走 现在还做不到 我们先了解 有了这样一种心态 走的时候就没有挂碍 心无挂碍 无挂碍过 无有恐怖 愿你颠倒梦想 发言文师傅是这么说的 临命中时 欲知实至 身无病苦 心不贪恋 意义不颠倒 如入禅定 然后这个魔就没有了 死魔 对一般修行人来讲 他还有另外一重障碍 一般修行人 这一生修行 辛辛苦苦 累积了一点基础 还没成就 命到 不得已 要怎么办呢 要转世投胎 继续修行 转世投胎 谁还能继续修行啊 只有极少数极少数 大根性的修行人 还能够不昧 前生因果 继续修行 更多的修行人 这一转世 就开始 享福造业了 大家看到 这些大福报的人 那福报是偶然的吗 过去一生中 佛门修的 这一转世 有隔音之谜 纵然 遇的缘很好 前面一二十年 耽误掉了 再接着修行 已经是人到中年了 还没修好 又要死了 就是这样 生生死死 在轮回中 至今 每一个消息 所以 对修行人来讲 死魔 是这样理解的 它不仅仅是 死亡时候的痛苦了 是在轮回中 造成的这一种 间断 影响 修行人 直接成就 那么 聂佛人呢 这个障碍可以化解 直接往上 到净土最大的好处 就是 不再死 无量寿 可以永远经济 不受障碍 直至成佛 死魔 不存在 贴魔 是讲的 身外的魔 前面这三种 死魔 烦恼魔 五音魔 这个三种 都是 我们自身具备的 因为迷惑造业 而给自身带来的 种种 折磨 所以以后不要随便说 别人着魔了 我们着的魔还少吗 今天有没有着魔 自己都不清楚 什么是魔呢 你不高兴了 就着魔了 着什么魔呢 着不高兴魔 欣喜若狂 也着魔了 着什么魔呢 着欢喜魔了 有人说不是要开心吗 开心 不是那种得意忘形的状态 开心啊 是一种很祥和的 情绪很适中的状态 不是那种极度亢奋的状态 所谓法喜充满 它一直是这种状态 身心相合 郁闷了 愤怒了 傲慢了 这些都是魔 我看它就像魔 自己心里有魔 看人才是魔 这位注意了 外面没有什么魔 只有我们的心 在折磨自己 有同学说了 我就看它不顺眼 它不如法 那是因为 我们有个不顺眼的想法 我们有一个不顺眼的习惯 当心 眼睛会生毛病 常常常看人不顺眼 眼睛会出问题 你看菩萨怎么看众生啊 看一切人皆是菩萨 听过吧 苏东坡 看佛 看佛印禅师是牛粪 看苏东坡是佛 苏东坡以为自己厉害 把你看成牛粪 你不是我 有个明白人告诉他 这个明白人就是他妹妹 苏小妹 说哥哥 你惨了 你看人家是牛粪 说明你心是牛粪 你心那么脏 他看人家是牛粪 人家看你是佛 人家心是佛 佛心看众生皆是佛 你还以为自己很厉害 对照一下吧 我们在常常用什么心态看人 这就是我们想磨的地方 磨在哪里啊 磨就在我们起心动念处 在道场里面修学 好处很多 但奇怪 很多同修说在道场是非很多 我都奇怪了 哪里有是非啊 我说那个再说 那个再说 那是什么 那是魔力 看你会不会学 你把它看作是非 心里面就起烦恼 你把它看作是练兵场 你就会成为上将 所以人越多的丛林 越好修行 很多现在的同修 听不懂这个话 认为修行 我要去闭关 后山有没有地方 给我藤间房子来 我要去了生死 每个人来都这么提要求 有没有地方给我精进用功 我要闭关 了生死 先别了生死了 你先把烦恼了了看吧 你了得了半个烦恼 再说了生死 吃好烦恼都了脱不掉 了什么生死啊 牛也不是这么吹的 你以为这些修行人都外行吗 你关起门来就叫了生死 牢房里面的人个个都了了 那个无期徒刑的 应该是成就最高的才对 关的时间最久吗 闭关闭的是什么呢 闭关是自己的心 守住 不是把房门关住 房门关住叫坐牢 心守住叫闭关 我们时不时就听到 刚学佛两天就来说 师父我要闭关 口气好大 闭关 闭什么关啊 关谁啊 了生死 难道真有生死吗 再说了 生死是别人给你创造的吗 你干嘛要排斥别人呢 既然不是别人给你创造的 你何必要恨人 何必要回避呢 连这些最基本的概念都没弄懂 古人闭关 并非初学可以的 那是什么呢 酒餐饱学之事 闭关养道 你如果闭了关就宣布 你是很有成就的 很有经历的 有人就会扣你的关 干嘛呢 你有成就的 你要向你请教啊 一问你还不如他 出来 门给你打破 你没资格闭关 你还不如我 你闭什么关啊 现在呢 充其量叫自修 还说得过去 关起门来 自修 还勉强说得过去 其实也不知道 是修板凳 还是修桌子 关房里面 没其他人了 你只能修这些吗 你真的会修心 真会修心的人 还能把房门关起来 修心跟关不关门 有关系吗 修心就是修心 跟关不关门 没关系 这才是我们要 学习的重点 我们要降伏的 就是这颗心 降伏其心 你说天魔不是外面的吗 说天魔 就是跟希达多太子 做对的 这个天魔波群 明星级的人物 他的真实身份 是实地菩萨 不思议泄托菩萨 在十方世界 做大魔王的 一部分 是实地菩萨 还有更多的 作为 是以成佛 成愿再来 以魔王身 教化众生 想也想得到 但我们不想 怎么想也想得到 你说谁的福报 会比菩萨 要成佛的菩萨大 谁的威士 谁的能力 谁的胆量 会比一个 要成佛的菩萨 还厉害 谁呀 你想想看 谁呀 能有谁会比他厉害 肯定是比他 更厉害的人 想也想得到 否则的话 看看也知道 马上要成佛的菩萨 在三界之中 生命早就远播了 威德 智慧 福报 无人能比呀 干嘛还惹这个麻烦 惹谁不好 非要惹他 想想也知道 所以 经上为我们说出真相 这些魔王 在十方世界 视线的魔王 都是不失以大菩萨 故佛成愿 那为什么用这个身份呢 很简单 他是教官 特种部队训练 魔鬼训练 要培养一批精英的 这些士兵 那就必须要用特殊的 魔鬼式的方法 才能训练得出来 那教官本身 还不如士兵 他能训练谁呢 明白这个道理 就知道了 那天魔 实际上 是修行人的老师 大善之士 这是大成经上 给我们讲出的真相 魔王波寻 他做代表 前面说过了 太子要视线成佛 一定得有轰轰烈烈的一件事情 用现代话讲 这叫造势宣传 成佛要度众生吧 必须得让众生知道这个事情 那什么事情最重要呢 打仗最重要了 打仗里面有圣父 圣的人 全世界都知道了 于是呢 魔王波寻就来了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作诗 视线 全是在表演 所以大家以后啊 不要再恨魔王了 也不要提到波寻就咬牙切齿 也不要看到什么如法的 不如法的 特别那些要看不顺眼的 说魔子魔孙 周围 魔子魔孙 跟佛子佛孙 有差别吗 人家说有差别的 佛子佛孙成佛呢 魔子魔孙 难道就永远是魔吗 他就不会成佛吗 想想也知道啊 纵然真的是迷失自信 造作种种恶意 佛都说了 他会成佛 他会回头 我们又何必这么愤愤不平呢 当我们在愤愤不平的 说某些人 是魔子魔孙的时候 其实啊 我们已经加入他们的队伍了 也变成魔的一类 那怎么知道呢 你在恨人 恨人是魔鬼 管你恨谁 心魔起作用啊 天魔 此地说的天魔 就是讲客观的 他化之在天 天王 《言由经》上说 是在他化之在天上 社界天下 专门有一层 魔王功地 那境界更高了 所以对于魔的理解 我们先从根本上去认知 然后呢 魔王表现出来的这些手段 大家准备好了 接下来 接下来叫魔鬼训练 通过的人 各个都是精英 通不过呢 通不过没关系 还有下次 我可不可以弃拳呢 没这回事 每个这种车都必须要经过 没完没了的历练 没资格弃拳 也就是说 这些魔障 你随便跑到哪里 都会遇到的 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主动 一种是被动 修行人 觉悟的人 是主动面对 一般人 是回避 抱怨 想办法躲开 没想到 躲到那个地方更多 这是自己意想不到 早知道 我还不如在原来那地方 谁让你躲呢 那这些手段是什么呢 手段 就是人生遇到的种种历练 对菩萨来讲 譬如希达多太子 成佛之前 所出现的这些境界 诸位 那是一个缩影 金钱 权力 地位 美女 来诱惑 这比喻什么呢 我们人生当中的顺境 人生得意了 我们有没有变成魔的俘虏啊 变成魔的俘虏什么呢 感觉这样很好 认为这是我的成就了 实际上呢 入魔圈套 被魔掌控了 魔是谁呢 就刚才说了 这教官 给你设计的这样一个诱惑圈 你进去不出来了 这是顺境 这是顺境 逆境呢 打击 诽谱 就照你的谣 就生你的事 就看你不顺应 就让你活不下去 怎么着 我不干了 我不干了 这一关没过 休息一段时间 下次再来 我不来了 不来找你去 你不要以为我不来了就没事了 什么叫找你去 你生活中照样会遇到这样的境远 这就是需要被动去面对 而这些境远呢 那真叫折磨了 业力险切 被动面对就叫业力 主动面对呢 就叫怨力 不可思议 所以为什么学佛要强调怨力 具足怨力的人 经常有比喻啊 披红士凯 向将军披甲上阵 无所畏惧 他披的是什么甲呢 黄金甲 刀枪不住 千军万马之中 眼睛都不眨一下 这是比喻菩萨的怨力 菩萨有这样坚强的誓愿 出入种种逆境恶元 他能所下披靡 无所畏惧 这是真正发愿啊 他过关了 我们呢 袖袖盔甲是可以的 上战场 早就下趴下了 不需要千军万马 前面来一个 来汇报消息的 来打探军情的 我们看到赶紧就丢盔卸甲 一流烟跑回去了 我不干了 我不干 太难了 吓死我了 我们所谓的那个月 就变成了暴月 还跟我说有佛菩萨保佑 那么可怕 那么烦恼 那么气人 变成暴月了 发牢骚 天魔 是种种藏元 来磨练修行人的向道之心 所以古人说 魔多 凡使 道心间 那个魔就刚才说 他真实的身份 我们得这样去看 教官 魔鬼训练式的教官 修行人所要面对的 正是这样的一种断裂 他的手段 确实很残忍 超出我们想象 但是我们的烦恼习气 不是这样去淘汰 根本就去不掉 哪里有那么轻松 你听两句经 我等了 烦恼照样一个 不会跑掉 这是天魔 外在的 实际上呢 是另外一种手段 来锻炼修行人 在这些静缘当中 这个修行人退下来了 退下来是说明 他本来的那个意志力 就不够坚强 不够坚强 他自己也会退下来 只不过现在呢 是让他提早的认识到而已 你可不要以为 这样我不学了 事实上 我们那个上进心 也并没有真的发出来 所以 这些地方 我们要正确认识 回到我们现前生活中 我们现在遇到的 道场里面遇到的 你可以说 这就是魔 没错 魔是什么 魔炼啊 你说我来道场学佛的 怎么遇到这么魔 佛在成佛之前 也照样要经历魔这一关 我们现在 外边的魔 先不要抱怨 心里面本身就有很多魔 得好好把这些魔 降服一下 所以从今而后 生活中的这些所有遭遇 看作是历练 尤其是那些不顺心的事情 尝试着去面对 学会面对 那怎样是把这个魔愿降服了呢 有一天 面对种种不顺心的遭遇 曾经啊 曾经的不顺心的那些遭遇 看起来都若无其事了 好了 以定会立 降服魔障 降服掉 降服的是心啊 不是降服外面的这个境界啊 境界哪里需要降服 他自己都会消失的 你不用着急 降服的是我们那个不平的心 这一点要认识清楚 怨 怨是什么呢 怨有个心之底 它是从心里面出来的 我们现在要发怨 不要抱怨 每天都要发怨 每天都不要抱怨 说是这么说 我们每天呢 都是先抱怨 而后才发怨 发的怨 也是为抱怨做准备的 没抱怨啊 开口闭口 全是抱怨的事情 怎么会没抱怨 所以这怨 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障碍 障碍我们的菩提心 慈悲心 障碍我们 往前 迈进一步 现在我们是原地踏步 寸步都没迈出去 怎么知道呢 因为在抱怨 在抱怨什么事情呢 抱怨师父不公平 抱怨居士 不配合 抱怨老天爷老下雨 抱怨小朋友不听话 抱怨那条狗一直在捣乱 抱怨这个饭菜 怎么这么难吃 抱怨为什么每天 要这么早起床 抱怨为什么不对我好一点 这些想法 是我们目前 最主要的功夫了 我们现在在练抱怨功夫 有没有啊 对照一下 大家举一反三 想想看 有没有这些抱怨 我也不好意思 有吗 很正常的 我们都天天写 冤亲在主 超度一下 来个三十系列 三十我看不够 来六十 昼夜六十横系列 超度冤家都玩完了 冤家都给我走开 写拍位把他们烧掉 越超度越多 我都奇怪 哪那么多冤家 我们学了佛 别的没学到 倒学会冤家在主 一个都是冤家 两个也是冤家 整团都是冤家 师父也是冤家 居士也是冤家 道场待了几年 没学到别的 全是冤家 不是冤家不聚头 也对吧 事实上 外面没有冤家 佛经上说的冤 讲的是什么呢 阿南问 是佛吉凶经 给我们说明 谁是冤家 十恶是冤家 实善是厚佑 谁是我们的冤家呢 心里面 那个贪 称吃 是冤家 行为中 杀到瘾 是冤家 言语中 妄语 两舌 恶口 其语 这些是冤家 我们天天在带着冤家做秘书 还说那个人是冤家 那个人是冤家 真正的冤家 只有我们的恶业 为什么说恶业是冤家呢 因为将来我们堕地狱 受恶报 有痛苦 是他带我们去的 他不是冤家 谁是冤家 难道你恨的那个人 会把你带到地狱吗 不是的 你堕地狱 他走 他不恨你 他不堕地狱 你恨他 你堕地狱 所以谁是冤家呢 那个恨人的念头是冤家 不是你恨的那个人是冤家 这事情要弄明白 我们学佛要学的就是这个觉悟啊 所以下面再写超度牌位 再写超度我的恶业 我还没看到有人这么写牌位的 超度我的贪心 超度我的称心 超度我的嫉妒心 那个是大冤家 好好去超度吧 好 有人说了 原来是冤家 这不要超度了 不写牌位了 我说的冤家是那个某某人啊 我们眼睛就盯着外面 当我们把这些心理摆平了 降服了 再回过来看 眼前的每个人 每条狗 每只蚊子 蚂蚁 那都是 殊胜的稀有因缘 大家跑到一起 不是来跟我结缘 我何必以冤家相待呢 是不是啊 还是弥勒菩萨 那句话 眼前皆是有缘人 相见相亲 整部满腔欢喜啊 来的人都有缘 来的狗也有缘 来的蚊子也有缘 来的生命都有缘 见一回 亲一回 不要见一回 恨一回啊 诸位 见一回恨一回 你都不在学佛呢 真是着魔了 佛有这么教我们吗 你说我听老和尚讲经 你听老和尚讲哪句经 教我们这样恨人啊 教我们这样看人不顺眼 教我们看人都是冤家 这才是我们要学的内容 这样学 你就越学越开心 越学越自在 心越学量越大 为什么呢 怨去掉了 去掉的不是外面的那个人 而是去掉我们那个怨恨的想法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分享 分享什么呢 有很多人做功课 做什么功课 读经念佛持咒 这些小功课了 你天天做个大功课 什么功课呢 每天念 我今天不抱怨 不恨人 不生气 念上三年的大功课 你不信试试看 你念什么经念什么咒 能把这些怨恨心念掉了 那才叫有功德 前面念两个小时 回来还是没恨的 咬牙切实 牙齿都咬掉 功德在哪里 你再想想看功德在哪里 你就带着这样一个怨恨的心 去极乐世界 去极苦世界还差不多 极乐世界 这是我们当下的状态 认识清楚 从哪里修啊 这里还不需要修吗 最需要修的 就是自己那个不行的心 学佛就是修心 不是拿着经本做功课而已 也不是参加没完没了的法会 这些呢 都是用来提醒我们 真正的佛法 就在心灵的觉悟 心悟 一切法 皆是佛法 心迷 一切法 皆是烦恼法 所以我们要学的佛法 是谁学谁用的 今天学了 马上就用 怎么用啊 诸位 之前恨过什么人 现在心里面向他道歉 对不起啊 我以前恨你了 好在你还不知道 我先给你道歉 心里道歉 你不会吃亏吗 如果之前两个人结了院 这个人还健在 你得赶紧找到他 对不起 我之前恨你 我不应该 你恨我 我能理解 不要再恨人 作为那个念佛 往生的人 大家不知道 人家是什么心 以前我在新加坡 有一个老爵士 往生 家人讲 他往生前怎么做的 欲知实至 知道哪一天要往生 往生前几天 他自己不能动 就托家人 把之前 结过院的那些老朋友 都请了来 来给他们下跪 跟他们道歉 所以我这辈子 最惭愧的事情 就是曾经对不起你们 曾经恨过你们 我现在要到极乐世界去了 我不希望你们过得痛苦 希望你们原谅我 这样你们会过得快乐一点 为什么 如果对方还恨 对方会苦 他不苦了 这些老朋友们 也都很感动 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 这是念佛念明白了 心里面再没有怨恨 所以他走得很自在 念佛通修 从这里念念哦 念念有佛 不是念念抱怨 这是真念佛 因为什么什么事情 我实在放不下 事情早过去了 过去十年了 二十年了 你如果觉得还不过瘾 你再放在心里 再放三十年吧 事情早过去了 放不下的是 那个心念而已 谁苦呢 自己苦 谁恨谁苦 所以叫自作自受 说活该都不忍心 他已经很苦了 不能再说了 真正的痛苦 不是外面的人造成的 就是这个怨 所以现在 在家出家 同学们 我们学什么呢 学不抱怨 不要抱怨师父 不要抱怨父 不要抱怨同修 从这里开始啊 很简单啊 不复杂的 一点都不复杂 对老爸老妈 不要抱怨 爷爷奶奶就不说了 你得想得到 爷爷奶奶可以抱怨吗 九一反三 对长辈 不要抱怨 对师父 不要抱怨 对呀 师父省心了 不用解释这么多了 对同学 同修 不要抱怨 出家了 师兄弟之间 不要抱怨 再加上呢 居士之间 不要抱怨 居士对师父呢 也不要抱怨 师父对居士呢 更不能抱怨 从这里学啊 这是大功德 越学 越自在 我们被什么障碍呢 被这个怨 给障碍住了 所以怨气很重 大家以为这几天阴云密布 天气很阴嘛 那不叫阴 我们心中的怨气 才叫阴天 怨气一直笼罩在 我们的心灵当中 那才是阴云密布 怨气呀 所以不要怨啊 记住了 对 脸很好 师父怎么讲 也不要抱怨 养成一种习惯 事实上呢 这就是一种 大修行 定会力 降魔 服愿 分开来说 定力可以降魔 会力可以服愿 实际上呢 它是同时的 但是 分开来讲一下 我们也好理解 什么叫定力降魔呢 大家记住 不管什么诱惑干扰出现 情绪先不要动 这就叫定 先不要让情绪起作用 你说难啊 做不到啊 所以才要训练嘛 你一念学 一念书上学 就考一百分吗 没了可能的事情啊 但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所以要训练 不让自己情绪 马上起作用 训练 训练这个心 训练的方法呢 就是不断地提醒自己 可以念佛 念佛是提醒 养成习惯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就像刚才说的念 我不抱怨 我不发脾气 每天念上一千遍 提醒自己 时间久了 这心就平了 心平气和 这要训练啊 这跟年轻年老 没关系 有人说 等我年岁大了 我就稳重了 我就心平气和了 是这样的吗 大家看看年岁大的人 都是这样的吗 年岁大了 脾气也会跟着长大 如果不去调整 不去降伏 他没有可能 老了就没力气发脾气了 没这可能的 人老脾气会跟着变老 老之格了 这需要我们去锻炼 降伏其心 心定 种种顺境逆境 都用一种平常的心态 去看待 先培养这种心态 会立服愿 会是什么呢 明白事理 观察真相 真相明白了 愿就无从生起 我们现在为什么有愿的想法 有抱怨的想法 不明真相 很多人说恰好相反 我不是不明真相 我就是看清楚太多真相了 所以我才愤愤不平 他说的真相就是 经过我跟踪调查 那个某某人就是怎样的 这就是他所谓的真相 这个真相叫烦恼相 佛法所说的真相 就是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你何必计较 何必跟自己过不去 这是会呀 以智慧力 所观察的真相 一切 都是幻想 愿就无从生起了 在这个里面 个人的得失利害 自然而然 也就很平淡 我们的愿 无非就是从 是非利害 得失胜负当中 所产生的 你看现在 有个人 他心里面 愤愤不平抱怨 为什么呢 自己的利益 被人侵占了 无非是这样而已 但如果想明白 利益本来就没有 现在有什么损失吗 没有 恢复原始状态而已啊 人还活着就好啊 如果再这样 愤愤不平下去 人也活不久啊 那不是为难了自己吗 所以 我们现在学 降福摩月 就是把我们当前的心态 调整好 我们的生活 将会更加自在 降摩而后 成正觉 你看这个顺序 是这样的 什么意思 真觉我 真觉我 就是在历练当中 自己的心明白了 这是降摩想 我们说到这里 下面就是成正觉了 下一堂课再继续学习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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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